男生偷了一个人偶 谁知人偶十分诡异 竟然招来了他的主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悬疑惊悚短片 夜半迷离曲 半夜的学校门口 保安一边听着戏曲 一边摆弄着一个穿着戏服的人偶 这时男主一边盯着手机 一边匆匆地往外走 原来他准备出去付女友的约 保安看了他一眼 立即拿起遥控 将大门给关上了 看着校外等待的女友 男主走过去跟保安求情 但他一开口就喊了人家一声大爷 这话保安听了可不乐意 人还年轻着呢 男主只好改口喊了一声歌去讨好 谁知保安并不买账 让他赶紧回去睡觉 男主着急地说女友还在等他 保安扭头一看 只见女友等不到人转身走了 保安欠嗖嗖地说了一句 这不走了吗 这可把男主气坏了 保安继续劝说男主回去睡觉 无奈的男主只好洋装回宿舍 实际上躲在墙后观察着保安 保安则继续就着戏曲摆弄人偶 摆弄了好一会之后 保安感到有点困了 于是将人偶放下走进了屋内 男主趁机报复性地拿走了人偶 他一边回宿舍 一边给女友打电话 但是一连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听 烦躁的男主将手上的玩偶抛来抛去 结果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男主更加心烦意乱了 他正准备去捡人偶 突然发现身后的地上躺着一个怪人 而且怪人的身上穿着和人偶一样的戏服 男主捡起人偶对比了一下 觉得有点恶寒 在转头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躺在地上的怪人站了起来 这下男主心里有点发毛了 他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谁啊 但对方只是站着并不回答他 男主见状赶紧往宿舍走 走到拐角的时候 他发现对方并没有追上来 于是放慢了脚步 但走着走着 他觉得不大对劲 小心翼翼地转头一看 发现那个怪人的一脚出现在拐角处 男主心里彻底没底了 看着手中的人偶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于是他将人偶的一只手抬了起来 果然那怪人的一只手也跟着抬了起来 为了证明不是偶然 男主又将人偶的头扭了一下 怪人的头也跟着转了过来 果然是这人偶有问题 男主被吓得狂奔起来 这时候学校太大的弊端就出来了 男主跑了半天也没回到宿舍 正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 发现那个怪人出现在了自己正前方 并且还在向他慢慢地靠近 男主转身想继续跑 谁知道腿一软摔倒在地上 人偶也掉在了不远处 怪人朝着男主走去 而男主也终于看清了怪人的脸 原来怪人就是保安 最后保安将人偶拿了回去 继续坐在学校门口听着戏曲 而男主在门口被罚站 这个故事看到一半的时候 让人以为是一个恐怖片 看到最后发现是一个喜剧片 不过噱头很好 也警告了很多年轻人 半夜不要随便地乱出门 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